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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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罗仁山 这次作品是我在二台北带来的 然后总共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就是旅行的意义 第二个是想要分享 爱和幸福传递给身边的人 第三个呢就是期待 和最重要的人见面 那这个系列我最喜欢的是 这两张 这两张作品呢就很像 小马拿着一朵小花 然后等待最重要的人出现 马其实就很像是我自己 把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写到我的画里面 那小马就是作为一个故事的主角 小花在画里面就很像 是可以当礼物 可以当陪伴者也可以当 就是传递幸福的一个象征 所以小马就是常常 会跟小花就是在一起 她可以把小花送给别人 也可以让小花同时 当朋友一样陪伴她自己 因为我很喜欢动物 所以我的画作都是用 动物去做表现 这一只这个画作这个角色的 它是一只猫咪 常常会把自己变成 生另外一个样子 然后它就是一个 带着狗狗耳朵的毛 以猫咪为主角 然后去发现一系列的 这么会看到一些灵感 就是会洒腰 柔和一点的感觉 就在作画的时候 这些颜色也会疗愈自己 那也希望可以疗愈到 其他人 有一些共感 让我逃跑 这画作画的第二个 D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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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在观察身边的或者是听一些身边女生的一些分享的一些生命经验啊或者是发生的事情 做一个再次的演绎 我觉得他们女生其实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自我肯定的东西或者是一些自我价值观 其实他们是很有一些主观意识的 那我也很认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但是他们其实某部分私底下也有一些矛盾点 或者是一些暧昧不敢说出来的一些欲望或者是一些想说的话 还是有某部分可能因为社会价值观的部分去做一个打架 我在做的方式就是把属于他们自己个人本身内心内在真正想说的跟想表现的去做一个结合 那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是看到这一个人的完整面貌 而不是单纯他表面表象想要呈现给大家看的 我以前是在这里看到这一个比较图的东西 鼓励的时候把家里的做一个认为 我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图的方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